心经里有三句很有力量的话 倘若读懂了 你就有了改变人生的神秘力量 第一句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意思是说 我们的生命是因缘和合而成 所有的事物并不是永远不变的 只是暂时的存在 须知世间万物 有生有灭 皆是梦幻泡影 所有的痛苦并不在于外物 而是源自内心的执着 当你了解了缘起性空 就不会再去贪恋执着 第二句 诸法空下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 意思是说 外在的环境遇到的事情 都是虚幻的 并无好坏之分 真正定义 它的是我们的内心 你的世界就是你内心的映射 心就是一面镜子 会照出世界的样子 一旦有了妄念 心境就扭曲变形了 让世界失了真 第三句是 心无挂碍 无挂碍 故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作家林清玄 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以清静心看世界 以欢喜心过生活 以平常心生情味 以柔软心除挂碍 如果你能有这样的心 就能享受生命的欢乐 如果你失去它 就会失去一切 尽管你自以为拥有什么 而实际上呢 却如圆桌影 一无所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